本公司代辦加拿大工作簽證 可以大同配偶和子女一同前往 未滿18歲的子女更可以享有免費中小學教育 一年之後就可以成為加拿大永久居民 申請人只需要有中學學歷 無犯罪紀錄和持有香港特區護照 本公司就可以代辦所有手續和工作擔保 WhatsApp我們了解更多詳情啦 大飛鴻丁 講台灣講選舉就少得人聽 很有可能是我說得不好 但是始終都好 因為有一件大事 就是藍白營終於盈利破局 之前不停地宣傳的就是藍白營會走在一起 但是你見不到侯友宜 見不到柯文哲有這種衝動 懶懶閒 懶懶閒 但是結果來到這裡 有一個人物出現了 那個叫做郭台銘 如果做節目的時候 大家都應該聽我說過 郭台銘一定會出來選 兩個因素 第一就是美國要他出來選 因為不想國民黨能夠贏 去分了你的票 第二就是國民黨有某部分事做得太過分 你明明不預算的 不預算就是郭台銘參選的 結果你就哄了他入局 他還要90度鞠躬向你們道歉 結果今天早上人家說還要去台南做選舉活動 然後你下午就說歡迎 然後轉頭就說你們內定了的就是侯友宜 對於一個台灣的首富 就是你政黨真是比盡極大的面色 很難看地讓他下不了台 所以他鐵了心出來選 雖然他找了一個美國人 一個前女藝人做副手 但是現在都已經公佈就是放棄美國籍 一場戲 一場選舉 你就看到非六 就是說不包民進黨的體系多麼混亂 那郭台銘現在是10%留下 即使他5%你都不能夠忽視他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他戒到5%選票 根本上你即使怎樣做法都沒有辦法贏 而郭台銘也都已經拿到一個門檻 就是說選總統是要拿到29萬的台灣人民的支持 結果他超額完成了 不單是29萬 現在支持他的人那個幅度還在上升 這件事震驚了侯友宜 震驚了柯文哲 所以他們不得不坐在一起 雖然大家都不想做導演 但是都希望能夠走出來 那當然了 柯文哲 現在的民調還佔優 那他就跟你說 我們民調缺勝負 變成一個民調高 那就由那個做總統 那當然了 你問國民黨 朱立倫 金埔中或者侯友宜 他們一定不喜歡 這一次由之前的馬英九大將 就是幫他能夠打贏選戰的金埔中 他代表國民黨 真真正正的就是對 對柯文哲的副手黃珊珊 兩個世紀會面 會面的說的就是藍白俠 兩大陣營的結合 那在國民黨來說 如果民調 暫時來說跟你差不多 那如果真的輸了 難道國民黨一個在野的大黨 一個百年政黨 要聽柯文哲說 一定不是他們的議員 而柯文哲這麼辛苦打到這裡 他也不妥協 但是兩個不整合的話 也都沒辦法 贏到2024年 所以如果用民調決勝負 那柯文哲就把握機會高很多 但是國民黨 國民黨見的時候 開出了很多的條件 其中一件事就是內部民初選 內部初選 就是說 你們的選民 你可以支持的就是賴清德 你可以支持國民黨你的人 你們來投票來初選 但是他很怕很怕的就是民進黨的人來搞局 那你既然初選的 我們民進黨又派一些人去投票 投一個他們認為根本上不是對手的人 那麼他贏得你們的藍白俠 這樣無論是侯友宜 無論是柯文哲 這樣民進黨一樣大贏 提出這樣的擔心 他說如果初步的 就是說初選 有一個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所有的選民來到 其中你簽名投票的 大前提就是下架民進黨 就是你告訴我 你一定不會投民進黨 那你這張票 初選票才算數 那其實很奇怪 就是怎麼會呢 我今天填完那張東西 然後我下午睡覺 我不支持你都可以的 用這樣的手法 那當然你問 柯文哲 柯文哲一定不答應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基層能夠動員的話 你柯文哲根本上就沒有地區的根基 因為台北都佔少數 如果在整個 整個台灣層面來說 你真的算跟蹤 就是打算用民調 希望僥倖贏出 但是真正落地戰 國民黨的理想 國民黨的理想 那些縣委 或者那些川委 他們真的可以秒殺你 在這裏你就見到 柯文哲即時反台 你提出這樣的條件 即使讓你選 你侯友誼都沒有本事選得到 這句說話是直接這樣公開翻臉 那當然了金寶宗 他出來只是打完搶 但是他也都看柯文哲不棄 他只是說了 那不要緊啦 你覺得我選不上 你不如給我們一個機會 看看我們選不選得到 實際上就是 大家都不甘心做路意 但是來到這裏 一個國台銘 增加了更加大的變數 所以這一次的藍白俠 是免為其難的 那這一次 由柯文哲這種這樣的態度 即是說 我不選我給你選了 你做老大你都不會選得上的 你不要癡心妄想 這樣國民黨 百年大黨 他還有沒有面子 放得低 你跟柯文哲談 即是來到這裏 兩個政黨 我都不覺得他們會選得到 即使他們結合都好 第一 如果你不妥 國民黨 其實不是 你是支持國民黨 你不支持柯文哲的 那如果藍白俠的時候 很有可能索性你不投票 你又會失去了他們的支持度 第一 第二 支持柯文哲的人 很多有可能他都是不支持國民黨 他們退而求其次 會將個票壓下去賴清德那裏 如果是這樣的話 根本上 你們兩個加起來的民調 就是那個民意 都是跟賴清德 就是二對一 才不相上下 那我問你了 這場選戰 你憑什麼本事贏得到 藍白破局已經成為了定局 郭台銘笑得不能收聲 大清德成為最後的贏家 現在應該不夠九十日 我們儘管拭目以待 拜拜